南加州树林火重創 美西慈祭志工前往避難所 晚上風大叫冷 送來茅台備用 志工馬不停停探訪四處避難所 籃球場市棲身處 看到許多愛心人士捐贈物資 還有手機公司免費提供充電服務 大火吞噬所有家當 索性心愛的寵物及時帶了出來 我到這邊看到的狀況就是說 其實有一大部分的居民 是在當天半夜被撤離的 那麼所以在臨時的需要是非常的強 因為離我們很近 所以應該要出來看一看 不捨栽民一夕失去家園 志工了解需求 希望進一步援助 大家新聞這是美志工曾永忠 蘇慧琴 劉真君 美國報導